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的王嘉玲 我主要负责 移动云消息对列Pathos 和Papka的 建设和研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Apache Pathos 线流功能在移动云 云延伸场景下的一个应用 跟大家聊一聊消息对列的 一个线流功能 这个功能的一个 也就是限速功能 就是这个功能的 它的实现原理和落地的一切实践 那么这个是大纲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Pathos 在移动云本身的一个应用场景嘛 然后就讲一讲 为什么我们就是非常需要 这个现场的功能 我们大概从20年开始调研Pathos 然后差不多花了三年 第三年的时间就是 构建了一套 就是统一的 就是基于Pathos的一个 原生消息对列底座 然后也通过QP 它能够支出一个 Kappa的协议 目前移动云的 公用云云产品 Pathos和Kappa 都是基于这样的一套 统一的消息对列底座 然后最外的情况 包括移动云内部的一些 对这两个消息对列的一些 都是使用的同一套基础 然后我们利用了就是Pathos本身 原生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底层是 都是通过 所有组件都是通过KappaS来 然后是存储层面 存储层面的话是用了 是部署了一套共享的 是用了一套 存储层面是用了一套共享的 Keeper基础 然后是挂载的本地盘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在存储层面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 独立的就是 弹性扩缩 那么在计算层面的话 是给每一个租户 通过KappaS的调度 给每一个租户 创建一个独立的broker broker容器 组成一个独立的集群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实现一个 不同租户的集群之间 它其实是实现了一个 集群级别的一个隔离 那么虽然它是一个 集群级别的隔离 但它底层使用的物理资源 其实都是在一起的 不光是使用了同一套 存储的BK集群 它的同一台物理机上 可能跑着多个 属于多个集群的broker的容器 那么我们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多租户混合部署的 一个影源生产景下面 就是对消息队列本身的 那个隔离需求就比较的大 那这个里面分为几个层次啊 就是这个隔离需求 包括CPU内存 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资源 以及像限制集群 流量上线的一个网络的 一个带宽的一个隔离 以及限制每个集群磁盘使用量的 一个存储维度的一个资源隔离 那么对于CPU和内存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在KBUS里面 创建容器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指定了 但对于网络和存储 我们希望单个就是Puzzle集群 它能够具备 控制整个集群流量上线 和存储使用量上线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并且这个控制的这个上线 可以状态地进行调整 但是Puzzle本身自己的一个 多租户的隔离功能 它其实还没有那么传大 它主要是集中在全线的隔离上面 在那个网络线流方面 它的生产消费线流 它只能针对单个 Topic分区的维度 或者是单个Broker的维度 那么对于存储方面的话 它的有一个身心size 存储保留大小 那这个呢也是 只能是针对单个Topic分区维度 做一个限制 那我们之前用的方案 是通过设置Broker级别的线流 来实现整个集群的线流 那么整个集群流量上线 就是单个Broker的那个设置的流量上线 乘以Broker数量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它的那个Broker的那个就是负载 就是非常均衡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跑压策的时候 它们的整个集群的流量才可以达到我们配置的流量峰值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就这样叫一个uniform load的shadow 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策略 这个策略主要做的就是将流量均衡的 就是主要是以流量 就是它的网络流量为主 就是把这个流量均衡的分散在各个Broker上面 但是这个我们使用下来发现 会这个这种方案有一些比较难以解决的 这样的一个缺陷 就是这个负载均衡它的一个就是敏感度配置 就是如果你配的太过于敏感 就是想就是意思就是说 它让它调的尽量均衡的话 就会出现你业务流量 只要稍微发生一些变动 它就会出现这个Bunder频繁的迁移 那一旦出现Bunder迁移这种情况 就会触发客户端重连 然后就会影响到那个业务的稳定性 那你如果配置的不是那么敏感 那它的那个就是Bunder就不会及时迁移 然后它的负载就没有那么均衡 当它的那个Broker的负载不均衡的时候 因为我们设置了那个单个Broker的流量上限 那假设我设置了单个Broker流量上限为50兆币每秒 然后我有三个Broker 理论上的话我是可以跑到150兆币每秒的 这样的一个流量峰值 但在负载不均衡的情况下 它只有比如这种情况 它只有一个Broker 它跑到了50兆币每秒 那这样的话它整个集群就没法在 它就整个集群的业务就没法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流量上限 我们期望的是一个集群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限流方案 如果之前就是关注过帕特社区 一些PVTN的那个伙伴可能会 关注到有这样的一个resource group的这个概念 它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它支持namespace维度的那个限流 它可以限制一个namespace下面 所有topic的那个总的一个生产消费流量 把它控制在一个设定的纸下面 那么同理它其实也通过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支持tenant租户级别 以及集群级别维度的一个限流 然后它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把那个集群的这个总体的一个流量 限制在比如说100兆币每秒的一个设置 那我有三个Broker 这三个Broker之间的复载可以不用那么均衡 它可以是20 50 30兆币每秒 那总体的那个流量它控制在100兆币每秒 那么这个提案其实是由国外的那个小伙伴 就是开发了大部分功能啊 但非常遗憾 它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生产可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测试啊 发现在在多个Broker的这样的一个集群的一个场景下 它其实它的限流 就这个没有办法达到想要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基于它社区这个提案的一些思路啊 做了一些就是相对应的一个优化和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 做了一些定制化的开发 然后最终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就会 先讲一下那个Parser本身的一个线流功能的实现 以及通过这个Lisource 基于Lisource Group去实现整个集群级线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 我们先看一下Parser自己的一个线流实现的一个原理 那么首先我们客户端 它这里是以生产线流为例子 客户端向那个Broker去发送数据的时候 不管是通过Parser的客户端 然后发给那个Parser的那个协议处理器来处理 还是通过Kopka的客户端 通过KOP发给那个Kopka的那个协议处理器去处理啊 它最终都会就是相当于是调用一个Parser里面的 topic对象去相当于是写入这个消息 那么每个topic对象里面 它其实包含了一个topic级别的一个线流器 以及一个broker级别线流器的一个引用 然后当它写入数据的时候 就会进行首先会进行一个线流技术 然后这个线流技术就是往这个topic各个线流器上面 去累加这个这次写入的这个数量 当然技术它有两个维度 就是一个是消息的数量 还有一个就是消息的大小 然后当这个线流器 只要有任何一个线流器 它的技术 它的线流技术达到了它设置的一个上限值 它就会反过来触发这个协议处理器 去执行线流 那其实执行线流的话 我们Parser是像tcp连结 都是用native去实现的 其实只要停止从producer去接收数据就可以了 然后到了下一个线流器周期 那我们一般线流周期一般都是每秒 就是一秒钟 也就是说到了下一秒 那线流器就会触发这个线流恢复 然后协议处理器就开始重新开始 从那个就是producer开始接收数据 这是它大概的一个线流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线流器的一个实现 就是Parser里面它其实带有两种 它自带了两种类型的那个线流器实现 就是生产线流器实现 第一个就是比较通用的就是令牌桶的算法 然后设置这个令牌的数量为每秒设置的一个线流的一个上限 然后每秒这个线流器 每秒钟会释放这个上限数量的这个令牌 当你进行线流技术的时候 会请求指定数量的令牌 如果足够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占用这些令牌 然后继续往 继续进行那个就是写入 那如果令牌不足的话呢 就触发线流执行 然后这个线流器的特点就是它控制的比较准确 那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线流技术 它要去获取这个令牌的时候 它是要对这个线流技术枷锁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占用CPU的 那一般情况下 就是除非要对这个线流技术要有非常 这个线流器要有非常准确的一个就是线流要求 一般是不使用这个的 默认是不使用这种线流器的 那还有另一个线流器 它其实是里面的那个 基础器变量是用了一个 LongEye的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这样的话 你每次在做线流这个技术的时候 它只需要往这个变量里面去加就行了 但是它不需要加锁 那不需要加锁带来的就是它每次累加 加完了之后它是不知道 当前有没有到达那个线流上线的 所以需要有另外一个定期的 一个定时任务 去对这个线流器的变量 进行一个SUM的一个累加 然后累加完了之后才可以知道 当前有没有达到那个线流的一个预值 然后这个定期任务它默认执行周期是50毫秒 也就是说每秒钟执行20次嘛 那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线流可能不太准确 但是因为它不需要加锁 所以它对那个CPU的那个占用 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那正常像我们的需求的话 对线流主要也不需要有非常高的一个精准度 就比如说你限了100兆的话 它稍微跑超一点 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所以一般默认的情况下是采用这种线流器 然后看一下怎么基于resource group 我们是实现了整个集群级别的线流 那这个难点在哪里呢 就目前本身PaaS的自带的那个线流 它不管是topic级别的线流 还是brook级别的线流 它所要限制的这个topic都在同一个broker里面 那这是因为它的这个线流器的那个技术器的变量 它需要放在broker内存里面 它需要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QPS去对它做累加 但是集群级别的和namespace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线流 它所需要控制的这个topic 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多个broker上面的 它没有办法用一个全局的线流器来做这个实现 因为你一旦在这个技术器变量 没有办法在跨进程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面 它能保持它的 既保持它的一致性 然后还要保持它的一个就是高QPS 因为每次消息写度都要对这个线流器做一个技术 所以Lessource Group采取的一个线流方案 它其实还是在每一个broker里面 采取一个单独的Lessource Group的线流器 来在这个对这个broker做一个线流 然后呢另外它通过一个System Topic 它实施的同步每一个broker的一个实时流量 然后根据这个实时流量的变化 然后更新每一个broker里面的 这个Lessource Group的线流器的一个线流的一个分配值 然后它其实是根据实际业务的负载去调整 就是动态自动地调整这个线流值 然后达到每个broker所有的那个 就是所有的broker的线流值加起来 和这个Lessource Group设定的一个总线流值 是相同或者接近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时间方式 就假设 假设我现在就配置一个Lessource Group 把它配置成一个集群级别的一个线流 然后线流值是100兆币每秒 我有三个broker 那就是每个broker里面它都会有 它会当它开启这个Lessource Group线流的时候 它都会启动一个定时任务 然后这个定时任务 就负责更新当前broker的那个流量的一个增量 它会从broker内存 它其实是一个现有的内存里面 它会通过一个bundered status里面 获取每一个topic的status 然后从这个里面就可以达到 然后在这个周期里面 这个每一个topic的 它的流量的一个增量 然后做了一个记录 做了一个累加 然后计算出来 属于这个Lessource Group的topic 它总的一个流量增量 当然在 如果只有一个Lessource Group是集群级的 那也就意味着所有的topic都是的 然后其实最终算出来的就是 这一个broker的一个流量增量 最后都会把这个流量增量 以通过内部producer的形式 发送给了一个systemtopic 这个systemtopic是一个非持久的 所以它其实是不占用 不占用存储空间 那当有三个broker的情况下 还会有另外两个broker 也一起往这个systemtopic里面 就是发消息 发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的消息体内容 包含broker名字 Resource Group 和它对应的一个 这个周期的流量的一个增量 然后同时每个broker 都会去消费这个topic 这个系统topic 那这样的话每个broker 就可以得到 在这个周期里面 所有topic的 所有broker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流量增量 以及一个全局的一个流量增量 然后呢每个broker 就根据当前它自身的一个broker 的流量增量 和一个全局的 合计的一个流量增量的一个比值 来动态的同比例调整 它的属于这个broker上面的 Resource Group 线流 那举个例子 那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现在有 这个 有三个broker broker1 123 它在一个周期里面 它的那个流量增量分别是 250和250兆币 那三个加起来是500兆币 那按照这个同比例 就是我设置的 整个集群的流量峰值上限 是100兆币每秒 那broker1 就会调整为40兆币每秒 那broker2 就会按照同比例 就调整成10兆币每秒 然后broker3 按照同比例 就会把它调整成50兆币每秒 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是 把三个broker 按照三个broker上 它各自的业务复载的 实际的复载的那个就是 量来动态的调整 它的那个线流器的一个上限 然后呢 所有broker的那个线流器上限 累加起来 是得到了一个 总的一个集群的 线流上限值 然后当这个流量变化的时候 它是怎么动态调整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三个broker分别是40 50 这样的一个照币 这样的一个限制 然后 如果发生了broker3 它的业务流量降低了 然后broker2 相应的业务流量增加 那这个有可能出现在 比如说用户的 就是直接业务 业务发生了变化 或者仅仅是 呃 发生了一个bundal迁移 broker3上的bundal迁移到了broker2上 那broker3上面的 流量向左上右脚之边 它就会下降 但是broker2 它是因为它的线流值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的流量上不来 那 第一个周期的 它的实际 三个broker的实际的 呃 那个实际的流量 就会变成 40 10 20兆比每秒 按照这个比例 它 这边 第一个周期之后 它调整了之后 三个broker的那个 呃 线流器 它的上限就会调整成 58 14 28 照比每秒 这三种情况 然后其中因为broker1和broker3 它的业务流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它其实没有上升 然后broker2 它其实还是被限制了 然后在下一个周期 它还会继续调 broker2的这个流量 它的那个线流器 还会继续往上调 那 通过多次调整之后 那总体的这个线流器的流量的一个分配 就会和那个业务的 呃 实际业务的那个流量 呃 呃 这样的一个配置 就比较接近了 然后我们实现了这样的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个集群 呃 这个级别的一个线流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复杂均衡该怎么去 相对应地做一些那个调整和优化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问题吧 就是 当某个broker发生网络中断或者 重启之后啊 那根据前面的那个就是 逻辑啊 就是resource group 就会收不到这个broker上面的那个流量 那就会 呃 流量增量 然后就就会认为这个broker上面是没有负载的 那就会把它这个 调成一个 这个broker的那个上面的线流器 调成一个 就是很低的这样的一个值 那虽然可能相应的 其他broker上面的线流器会提高 它的业务会集中在其他的那个broker上面 但因为我们是 云原生场景部署的 你那个业务 复杂如果 呃 比较过度集中在某一些容器上面 可能会有些 会产生一些问题啊 那么复杂均衡 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场景 场景的问题啊 我们 呃 我们之前使用的是 呃 就是也是通过调研 其实 其实相当于我们这种比较 关注流量的 其实是用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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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附载均衡策略 它做的就是 找到 流量最大的 broker 和流量最小的 broker 然后 如果 如果这两个broker之间的那个差值 流量差值超过了配置的预值的时候 它就会把那个 流量最大的这个broker 上面 unload掉 部分的那个bonder 但我们实际在使用下来发现 还是会有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集群整体的这个负载都不高 但某些broker的那个 就是某些broker上面 它可能相对较高的时候 它也会卸载 Bonder 那不必要的Bonder卸载 它会 它会 前面也讲到 它其实会导致客户端进行重联 它会影响到业务的稳定性 然後它甚至在 会导致 那真正当它需要 需要卸载Bonder的时候 反而会出现卸载不掉 那为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它就是为了避免这个Bonder 太过于频繁的被卸载 所以Puzzle里面会有一个机制 就是你同一个Bonder 被卸载掉了之后 它有一个配置 默认30分钟内 它就不会被 再被卸载了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就更加严重了 就是 我们从流量最大的 这个Broker上面 卸载掉的 这个Bonder 它要重新分配的时候 它不一定会分配到 流量最小的 这个Broker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 Broker采用的 默认采用 它其实只提供了一种 一种 那个Bonder分配策略 它叫做 List Long Term Message Rate 它就根据名字来说 名字来看 它其实就可以知道 它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根据 这个Broker 每个Broker 它长时间的一个负载量 它找一个长时间的 那个负载较低的Broker 去加载 那这个就会有 不匹配的情况 就举个例子 就我 比如说我现在三个Broker 它都负载都很高 都跑满了 然后业务有点吃不消了 那这种情况 我可以给大家做扩容 我可以加两个Broker上去 那新加的Broker是没有负载的 那负载进行这个策略 这个时候就会把 这个 它的Bonder 从原来的三个Broker上 unload的叫 加载到新加的那两个Broker上面去 这个没问题 那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我有可能 unload的太多了 然后导致新加的那两个 它跑满了 然后原来的三个呢 它负载都没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负载进行的策略呢 它就又会把那个 Bonder 从新的那两个Broker上面 再做卸载 那这个时候再做卸载 再重新分配的时候 它不会往原来的三个上面分配 它还是会分配到 新的那两个Broker上面 那是因为 新的那两个Broker 它是刚加的 它的长时间的负载 是一个很低的 而原来三个Broker 它之前一直长时间 高负载运行 它的长时间负载 是一个很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就不会分配过去 原来三个Broker 都成不了了这个业务 你扩容了两个Broker之后 就会变成 反而是新加的那两个Broker 在承载业务 原来三个Broker不干活了 那这样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做了一些 根据自己的需求 对那个负载均衡 做了一些设计 重新的一些定制 主要就是 方针就是两个 一个是 减少Bundle的一个卸载频率 不做没有意义的卸载 就是因为 也是为了考虑 就是卸载 每次卸载Bundle 都会其实是 影响到了业务的稳定性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相对来说 调低那个复杂均衡的一个 就是它的那个 相当于是一个敏感度吧 就是不需要让所有的Broker的负载 都达到均衡 就是相对来说 你负载不均衡 其实也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搭配我们的那个 Lessource Group的 线流 我们可以实现了 集群级别的一个线流 然后我们实现方法 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把所有Broker的 负载 流量负载做个排序 然后将最高和最低的Broker 做一个平均 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中间 加了一个条件 就是 当流量最大的这个Broker的流量 没有超过我们配置的一个 一个门线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集群总体的负载 是比较低的 这个时候不去做这个 这个Bundle的卸载 因为这个时候是 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然后呢 最后就是为了解决 之前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将Bundle的 卸载策略和分配策略 关联 当然这个 其实这个问题 刚才子科也在那个3.0里面 介绍过新的复杂均纹策略 但那个新的复杂均纹策略 里面其实是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只不过如果是没有升级到3.0的 这个版本之前的话 就是还是 没有办法的 需要 需要做一些定制化的东西 就是把 当前的那个unload的一个策略 和assignment这样的策略 作为一个关联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从最高的流量 在这个broker上下来 就帮着 把它指定的分配到最低流量的broker上面 那么我们unload的时候就会 其实有两个条件 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最大broker的一个流量 超过我们设置的一个预值 第二个条件是最大broker流量 与最小broker流量之间的比值 超过我们设置的一个值 看下面两个例子 就假设我集群限制的一个总的流量 上限是300兆币每秒 然后我有三个broker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场景 这种配置下面 我的每个broker 我至少可以承载 100兆币每秒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那当我实际的那个负载是 那这个时候我就把 那个我的unload的这个预值 设置成那个集群总的一个限制的流量上限 300兆币每秒 除以broker数量 就是100兆币每秒 当我的那个三个broker的实际的复杂 分别是80、10、30兆币每秒的时候 那因为我最大的那个80 它没有超过100 虽然这个时候集群所有的 大部分的那个复杂 都集中在一个broker上面 但因为还好不是很高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必要去做这个unload 然后右边这个例子 它的污载是120、50、80 它已经超过了unload的预值 但因为最大和最小之间的比值 它没有超过我设置的预值 我设置了一个三倍比如说 那说明这个时候呢 它虽然不是很均衡 但也没有那么不均衡 就是相对来说还好 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做那个卸载 就相当于是我们只有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下 才会去做一个卸载 然后就是在卸载的时候 我们记录了那个卸载的bundle 和当时流量最小的这个broker 这样的记录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在bundle分配的时候 重新这些bundle重新加载分配的时候 那如果找到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就直接分配到指定的那个broker上面 那如果没有记录 没有记录的话说明这个bundle 就不是通过我们那边的 复杂均衡的这个策略把它卸载掉 那有可能它是一个新建的bundle 或者是它被重启了 卸载会被重启了 导致了它的卸载 那这个时候就还是用原来的那个分配策略 去分配就行 讲一下我们 最后讲一下我们后面的计划吧 就是我们主要是在那个云原生 多住户隔离这个场景下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工作 后续的工作需要去做 首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存储的隔离 因为我们使用了共享的那个bookkeeper集群 就大家存储 所有集群的存储 都是放在一个bookkeeper集群里面 然后通过lutention size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整个集群的一个 总的一个存储使用量的 我们计划呢 其实 这也其实我感觉比较简单 就是在前面讲的resource group里面 添加一个存储使用量的一个维度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然后在统计的时候 统计出来每一个resource group所使用的存储使用量 然后通过system topic 然后做一个同步 然后累积出来整个resource group的一个存储使用量 然后在消息每个broker写入数据的时候 你就做一个判断 就是如果超过了当前的这个 这个topic所属的这个resource group 如果超过了配置的存储使用量的这个值 那就可以比如说触发一些限流啊 或者是直接定制写入 这样就可以控制它整个集群 就是当它集群的呃 呃 成储配置的使用 它实际使用量已经超过了配置值的时候 就就就就就不能往里面 或者是只能以一个很小的那个速度往里面再 再再写数据了 然后 第二个是 就是KBAS集群啊 基于实际的流量 然后调度它的那个paw的容器 呃 这个问题点是什么呢 是就KBAS在调度paw的时候啊 啊 虽然有那个CPU内存 它会做一个request和limit 但对网络 虽然从没有考虑到容器对网络带宽的需求 那么在混合调度的情况下 因为我那个一台宿主机物理机上面 可能跑多个多个baw的容器 呃 就会出现宿主机的网卡带宽 被占满 然后突然影响到了这个 这个宿主机上跑的容器的一个网络程度 呃 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单个消息队列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 和我们公司的那个 就是云安生容器团队一起啊 就是呃 这个计划对KBAS的这个调度 做一个 做一些精致化 就在创建POD的自然的时候啊 就添加网络 这个POD对网络带宽的一个request和limit的标识 然后呢 在KBAS的调度的时候 基于这个POD的这个网络的request 的标的 标的指和这个宿主机 物理机上面的那个网卡带宽的一个上行 然后对POD进行一个调度 然后呢 对于一些像其他的一些不具备 线流功能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然后呢可以利用像开了口这种网络插件啊 进行POD级别 POD级别的一个线流 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呢对于网卡带宽 因为这个网络带宽它的那个 就是业务带宽的使用呢 它其实是实时变化的 就可以根据实时的那个网卡带宽的那个占用率啊 就是如果它这个占用率比较高 那的宿主机上的POD可以进行一个迁移 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些计划的 嗯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个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 可以问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后期可以跟我合同 好的 嗯 谢谢嘉玲的分享 现在有同学有问题吗 OK 那个可以 啊 有问题是吧 来 您好 嗯 您好 那个 阿里很好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 在这个就是 雲原声这个场景下 可能会有一种问题就是 呃 宿主机可能会有当机的这种未知状态 就是比如说一个 宿主机它跟 比如说 它那上面CubeLite跟管控面有一个 呃 不稳定导致的超时 这种情况下就是它上面跑这个broker的进程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未知状态的 这个情况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 呃 是怎么保证它的负载均衡是可以生效的 或者说怎么就是能快速的把它上面的一些 进程强制停掉 然后在其他的节点中间拉起 有没有这种 嗯 如果是 这个宿主机 网络出现问题 那这种其实好解决 因为 因为这个宿主机上面跑的 不管是 呃 bookeeper的容器 还是broker的容器啊 它都会和那个 呃 bookeeper 建立一个长连接 然后这个 它 宿主机网络出现问题的话 那这个连接就会断掉 一旦断掉的话 就是 呃 连接断掉了之后 呃 broker就会 自己重启 那 它自己重启了之后 就会 呃 正常情况下 k8s 呃 呃 就会把它 带走到其他节点上 或者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像 bookeeper这种 就是 因为它使用了本地板 啊 它就 没有办法带走到其他节点 那这个时候 就 就 就和实际 实际 实际 你 非影员生产理他的情况是一样的 就相当于是 我整个 bookeeper精神 我就 呃 我就有一个节点当机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因为本身是 呃 本身你的那个存储也是 那个 相当于是 多副本的嘛 你放掉了一个节点 其实 呃 应该对业务也不会产生 那个大的影响 就正常业务是不会有影响的 除非是多个节点出现这种情况 ok 然后 就或者说 就比如有一种情况 可能 比如说某台 机器它的节点非常高 然后它当时 就是处理负载均衡的 那个过程 就是 比如说它会存在延迟嘛 就比如说 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 就是那个bundle 它已经 它处于一个带卸载 但是还没有被卸载的状态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节点也无法领 领取到这个bundle的负载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会有 就是因为你本身帮的负载 它 那个 就是 它是有一个 它本身也是一个定时任务 它默认应该是两分钟执行一次嘛 就是 它也不可能你负载 稍微发生一些变化 它就 它就会那个 就是做一些那个迁移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可能 可能会存在一些情况 就是 就是 KBS 认为你这个 那个broker节点 是存活的 并且 并且 你这个broker节点和 每个health check 就 每个broker都有health check的接口 就通过health check 来判断每个broker的存活 然后通过一些就是监控 就是 运维平台的这种方式 然后来避免这种 因为这个其实 怎么说呢就是 它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 但是 一旦发生的话 可能就很难处理 就是还是需要 通过一些监控手段来 来保证这种 这种情况的 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OK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提到就是说 当那个帮助发生迁移的时候 然后会触发客户端重连 会有一些稳定性的问题 然后 在实际 就使用过程中 这个问题 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实际观察 看实际业务 就是 你如果 这个topic 连接数不多 那其实还好 但如果是 你这个topic 是 比如说像一些场景 你物联网场景 嗯 有大量的 客户端连接 那 你这个topic 签一下 就相当于是 有可能上千 因为本身 PASA的话 它可以支持大 很多 上千 上万这种 连接的这种场景 它都支持 那 你如果这么多连接 你断一下 再重点一下 它其实 不仅是对业务的影响 对 就是 你服务端 那个 资源的那个 因为建立连接 它其实都是要 耗费资源 也是挺大的 所以还是要具体看 具体看你的业务 如果你的业务是这种 就是 连接数特别多的 这种建议 对那个复杂均衡之外 做一些比较谨慎的配置 让它尽量不要做 太频繁的做那个 那个帮助现代 那如果你是本身 客户单可能就一两个 那 其实就还好 然后 就是 像 您之前提到的这些 就是 就是 高于社区的这些 调度策略的话 它是一个 正当于是一个插件的形式 集成进来的 还是说 就是 就是 基本上是我们自己 基于社区的那个 就是 版本 做了一些定制化的开发 就 不是以插件的形式 好 谢谢 谢谢 OK 好嘞 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私下再找佳琳沟通 那个 接下来是 来自华为的林林 林林也是 ABCPOL的PMC成员 嘉琳之前在社区也比较活跃 她是比较活跃的contributor OK 上台